我被他说 还好啦 请问你这里是25岁吗 你是不是从很年轻时候开始就有健身的习惯 对 我从年轻的时候去 那你以前 其实以前我很瘦 嗯 然后我哥哥呢 他就跟我相反 他是往横发展 他就是很壮 他伸出来可能那个骨架就 不太一样 一般就是比较 然后他又很爱运动 跆拳道 黑带啊 踢足球 然后游泳啊什么 学校代表堆一堆 哪一堆奖带 运动健将 所以小时候我就看他 像是有像一样 谢谢你 他粗大 全身都很粗大 全身都很粗大 任何地方都很粗大 那我不会去研究 你做地理的应该知道 对不对 应该是 还好啦 就是从小看到大嘛 所以就 我觉得他有特别的什么 特别粗大什么 可是他的肌肉的确非常粗大 而且他的那种六块鸡 跟我这种六块鸡 比较是没得比较 他是像青蛙田鸡一样的那种 有精的 然后他是一个健身教练 他从小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去教学生的时候 他练得比学生还要勤力 就是说学生可能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 好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再来五下 十五 十六 再来 再来 然后那个学生早期已经在那边 已经昏倒了 对 37 38 39 40 好了 你怎么了 他做的学生还要努力这样 他现在应该没有学生了吧 还是有很多学生 所以你的肌肉线条是长的 他的是不是这种 这样子粗的 对 就像那个小冰箱一样 哇 你这样子 没有那么高可是非常壮 很宽 到现在还是非常壮 他比我大四岁 你那个六块腹肌怎么练 我只是有跑步的习惯 其实跑步我觉得一般就非常好 因为强化心脏 最重要其实是心脏 心肺 里面健康这是最重要 然后里面健康 心脏强的时候 你才能够复合更高分量的运动量 对… 让你的肌肉可能线条更清楚 你也是跑步界的 对… 但是我已经九个月没跑了 没有理由 比一下 比什么 比腹肌啊 比什么 哪能比得上他啊 试试看嘛 对不对 尬一下了 来… 我没有啦 我其实也没有 你看 你是要跟人家跑什么步啊 哪跑步 九个月没跑 你不会变成这样子 你知道吗 看… 我… 还好啦 这 请问你这里是25岁吗 你完全没有脂肪耶 你们这辈子有没有曾经六块鸡 我是只有一点点线条 但是绝对撑不上六块鸡 你知道吗 只有一点点那种线条 然后脂肪比较少 不可能这样 截棍这样没有 我有过一次啊 大概维持大概三个月 因为快一步是 要露上半身 所以都用画的 然后… 然后三个月过以后啊 我就叫到另外一个角色就 六块鸡就不用了 我就那三个月有六块鸡 我在想我大概身体勾照 跟人家不一样 我这里不曾出现过艺人 那你有没有被拒绝过的例子啊 有一个case 我觉得蛮糗的 就是 呃 就是女朋友嘛 自己女朋友 然后那个时候还在一个追的过程 然后那个时候 不想为什么可能很喜欢这个女朋友 然后就觉得好像 虽然自己已经有了一些经验 可是还是 不想为什么突然整个人趋紧起来 看电影的时候啊 就会好像回到学生年代 到底要不要抓她牵她的手呢 没有感觉 想要怎么样去做 偷摸 然后呢就 结果看完 看完 看完电影了 然后我隔天我要 飞别的地方工作 然后就送她去她的车子嘛 然后我就跑去 拿她那个 停车卡 要去付钱 付完钱给她的时候 给了以后 就想说 清点一下 然后说 回来再见 这样子 结果头一摊进去的时候 她刚好按那个窗户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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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假的假的好痛哦 啊啊那个 哎那那那是真的是我觉得难非常难的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结果从头再回来的时候就不想 想到到底要不要轻了因为已经不是要轻轻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magic moment 已经过去了 所以就 哈哈哈哈 他说没事吧 没事 当然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么虚 很难忘 哈哈哈哈 因为香港是一个比较 呃对我们来讲比较 嗯 先进比较进步的一个城市 跟台北以前比 嗯 那你们有没有做出那种比较 流行的什么对女孩子唱情歌来追女孩子 因为我以前看到都是老夫子里面的画的 哈哈哈哈哈哈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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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有我有自己做过录音带 送给女孩子对对录音带就是清唱的 哎呦 可是用一个搞笑的方式 因为正常唱歌大家都听过 嗯 然后用另外一种腔调 可是是不是追的就是已经是在一起然后去 你是唱他开心 你是唱潮州序吗 哈哈哈哈 唱唱英文歌剧 英文的歌剧 歌剧 没有不是歌剧就是一首好像歌剧的歌 嗯 嗯 嗯 杜德韦出了多少张唱片 呃 19张 哇 我才出过两张 哈哈哈 那你的粉丝通常就整个亚洲都有都有了 有 有哦 内陆的粉丝更猛 哇他真的是很厉害 他是怎么样 大概遇过什么 非常非常疯狂 非常疯狂 非常疯狂 你在唱脱调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跟着脱调 哦 哎 那一路没有唱过 因为背景 哦 对对对对 真的是背景 对对对 新加坡唱过一次 然后也好像反应是两极啊 有一些保守拍的 他们会比较觉得 可是有一些年轻人 他们会觉得很棒这样